你已經知道你的那個直播的那個位置的那個金鑰子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設定 這裡有個設定你把它按一下 好你點進來 在這邊就有個串流 那你可以選擇像剛剛同學有說他想要用什麼Twitch 對不對 在這邊 或者 他這裡支援的大概這麼多個 好那以我們剛剛看到的YouTube的部分你只要點到YouTube 那你就把你的金鑰把它貼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 你只要經過這個設定當你按 去外面按直接 開始串流 你那邊就出去了 那邊就出去了這樣了解嗎 對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說有辦法做所謂的暫停 他就是他要就是停跟開始 錄影也是一樣就是沒有暫停 OBS裡面沒有暫停 那你 我會建議各位如果你正在玩直播 最好注意一件事情在這裡 不是記得關 是你要測試的時候 這個地方 記得把它改成私人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 你一出去就公開的 我以前第一次玩的時候 忘記這件事情 結果我就在玩一玩 然後就有同學 老師你在直播什麼 因為 你們如果有那個有沒有 有訂閱別人頻道啊 別人在直播的時候你上面會提醒你喔 有沒有那個APP 會提醒你啊 這樣你就知道很可怕啊 哈哈哈 所以你記得一定要這邊 要嘛不然你就適合非公開 知道網址的才能夠進去嘛 不要完全設成這種公開的 好比較不會 不想 讓人家看到就看到 一定要自己留意一下 這樣知道了齁 好嗎